7月26日,我已透過律師向元朗區議員王偉賢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出了律師信 對我的誣蔑要求公開道歉 但到今天,我們未收到兩位有關的道歉或回應 所以我今天正式透過我的律師向法庭入稟,處理這次事件 這件事的起因是元朗區議員王偉賢在接受電台D100電台節目的訪問時 節目內容是討論元朗721事件的起因 王偉賢在這個節目中聲稱我出席7月18日平山鄉市委員會的就職禮時 說我有說過鄉民好東西可以驅廣了蟑螂 又說我叫鄉民繼續努力,他們再來就要再用同一方法對付他們 其實這些完全都是不是事實 我是沒有說過有關的言論 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在7月25日未經證實引用了王偉賢這些言論 在網上、Facebook、出了一些單張、出了一些宣傳 亦都聲稱我感謝鄉親打蟑螂 這些言論亦都不是事實 朱凱迪有關的宣傳亦都被網民廣泛地引用 無論在街上派,包括在青衣或其他地區都有派 這亦都對我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因為他引用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 我們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大家都應該對於自己的言論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是應該更加謹慎 就不應該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去抹黑或獵造 而我都認為應該要嚴肅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正式透過律師再向兩位入稟 其中一個我們會要求朱凱迪 停止再散播這些不實言論的宣傳 亦都會要求王偉賢要向我們公開道歉 以及要承擔我們因為這次事件而所引致的所有損失 我們香港處於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候 無論你是什麼立場、什麼意見 都希望大家可以放下你的立場矛盾 我們大家憑良心說真話 不要肆意去抹黑別人 女環節曲、生安百造 挑撥市民的情緒 對我們現在面對的困局根本沒有幫助 大家應該平心正氣 放下立場和偏見 香港人要一起團結 大家一起走出這個困局